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议会21号的上午,特别针对花莲县政府所提出的 日出香榭大道的工程召开了调储的专案会议 针对了两侧车道的宽度、铺设薄油路面、消防救灾、停车以及淹水等问题提出专案的讨论 而召集人谢国荣也表示,工程预算书已经送入了县议会 在今年的定期会之前,希望县府的相关单位能够召开一场说明会 解决附近居民的疑虑,而不是以强度关山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案件 日出观光香榭大道整体景观工程调处专案会议 21号上午在县议会三楼会议室召开 由县议员谢国荣召集,并邀请议长赖靖坤以及多位议员来参加 首先由工程顾问公司进行简报 上次民众比较关心的意见,我们也做了一些会诊 因应的一些方案,包括这些交通、是不是车型的这个部分 包括停车,还有包括排水的问题 我在简报最后面会再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一的一个回复的部分 那当然各位乡亲比较担心车型的问题跟停车的问题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方案 那后面的一个各个空间的一个部分呢 这些事实上南北向的一个车流的部分 通通都是可以通行的 那至于说有一些次要道路的一个部分 包括南京啊、成功啊或是这个往东街这里 它这边我们是有铺面延伸过去 可通行或不通行都是可以看未来的一些交通管制的一个行为 随后由当地居民以及店家提出多项的疑虑 希望借由专案会议让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以及规划公司了解 居民所关心的工程问题 也希望这未来百年的日出观光香穴大道 带给居民的不是噩梦而是观光效益 我认为就是我今天身为一个花莲人 然后过去我年轻的岁月都是在 沟宅尾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记忆 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花莲的湘境父老对于沟宅尾的记忆 一定是比我来的更深厚 那我认为就是 三峡可以有三峡老街 鹰哥可以有鹰哥老街 台南可以有台南旧街 那为什么我们花莲的沟宅尾不能是花莲的沟宅尾 而要变成日出大道 那我觉得而且沟宅尾这个地方是花莲的 非常有文化领域的地方 这些文化领域都是我们花莲人的 非常好的无形的资产 它都可以转化成为是 更多更多更有潜力的观光产 观光产业跟观光实力 你不要说你如果是晚上几点到几点 跟六合夜市一样的话 我们在座的基民绝对没有第二期化 你看看那三峡就要特别排除掉 理修成一样就必须可以通行嘛 六月三千万是这次要中开的预算 五千万的预算 可能在这次 已经冠定了 在这次定期会要送到二月 像后面的钱 当然没有保障万富自己要便宜预算 简单说就是这点有办法 肯定要做 但是议会先是可以通过这点预算 现在要在听大家的意见 当然这段时间跟很多人 来给我反应 说议长 这个部分要先充考虑 因为这是一条大条纸 不单是一条大条纸 最重要是 这关于到花莲最大的发展 可能这个项目做到一百年就不可能改变 但是如果说这边都变成 那个所谓的日出广场 车辆都不能进入的时候 对重庆市场的生意的冲击 因为冲击会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你如果说要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 车辆不能进入的一个日出广场的时候 现在有个配套必须完成 就是它的停车规划 我看这个服务动线 基本上 没有人希望它是黑白石 这个服务动线 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够通行 所以希望它是拨有路面 我想这一部分我相信 在场的相见 他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早前在购载委上面 违建户拆除 以及坐香喊两个阶段 松竹营造厂 封的围离 警留 机车行驶 我们所有的营业额 已经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当然不到二分之一 我讲死话 二分之一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 请问试问一下 如果你要在我店门口铺上的 白色黑色的瓷砖 是不是要再把枕头都封起来 请问我的客人要怎么进来 甚至于我还要不要营业 旁边海浦花间 杨子轩 邱家肉圆 几乎都是不会出声音的 副作在那边很清楚知道 当初松竹营造厂施工完了以后 马路上面的那些的未完成的残留啊 灰尘 杀死 附近邻居每个人看到 我天天拿着水管在那边做环保局 该做的事情 洗马路 减少灰尘 营造厂每次都会说他们有路权 但是套一句 我们的伟大县长讲一句话 我也有生存生活权 你不可以忽视掉 如果你忽视掉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三八甘休 财政小组召集人 谢国荣议员 在专案会议决议七项诉求 另外施工前必须要完成 重庆市场周边停车位的规划 跟配套之后 经过专案审查后 开始进行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